我们委托的端木正会计师 他说他时间来不及 所以有很多漏报的情况 当漏报之后 他就把漏报的金额擅自调节 我们查到一千八百多万 这个是四十一万以上的 那还有很多四十一万以下的支出 可能也有漏报的情形 所以这位会计师 他把A也就是收入 减掉支出跟剩余款之后 他去调节了当中的两千余万元 分成九笔申报 而且这个会计师并没有告诉 竞选总部的任何人员 他自行将这短差的两千多万元 申报到刚刚我们说的 时乐跟尼奥这家公司 还有木科等公司 总共两千余万元 漏报 短差 虚报 就是这整件事件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但是这中间没有人 未造任何发票 也没有人未造任何支出凭证 这每一笔的支出 都用在了悬物上面 但是会计师务所把我们交给他的支出凭证 放在一旁 没有登录 然后到结算期发生短差 他自行调整到其他的公司名下 这些公司并不知情 也没有开立任何的发票 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虚伪不适 好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特别波容来听我们在这个政治现今 现在纷纷扰扰的过程当中 我们具体的来向外界做一个澄清还有说明 那么首先呢 我要先第一张简报 麻烦帮我cue一下 好 这整起事件呢 是在上周的时候 跟我们活动承包的厂商 石乐以及尼奥的这个负责人 戴力林女士 她发出了声明 她这四点五点声明当中呢 其中提到 在申报 竞选总部申报的金额当中 大约有五百万元 不是交由他们来做承包活动的这个费用 也就是说 她认为有不实的申报的部分 这是第一点要澄清 那么第二点呢 也就是大家看到稍后我们的这个简报 也会提供给在座所的媒体 第四点当中呢 她有说申报资料有一笔1月5号 新台币1087万元 这样子的转播费用 她说呢 本公司是受到委托来代为支付 那她说这不是公司提供转播的服务 要求民众党这边要予以更正澄清 首先我先来说明第四点 麻烦下一页 第四点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收据找出来了 这个收据当中 我们确实是委托了食乐公司来代收代付 所有的转播的费用 这个转播内容包含了 柯文哲主席他的造势活动 电视台的转播 当天选前之夜 从1月6号台中厂 1月7号高雄厂 还有1月12号的选前之夜 有委托进行一个电视转播 我们选前之夜的活动 那这一笔呢费用确实是委托食乐公司来代为承办 所以所有的费用交给食乐公司来进行代收代付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们第一点要做的澄清 下一页谢谢 那么既然厂商提出了这样子的指控 认为当中有申报不实的状况 并且说食乐里面呢 有500万元不实申报 所以我们在周末这两天 就直接开始进行全面的清查 那么因为呢 整个所有的款项 大选期间的款项 其实非常的多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进行到第一阶段 麻烦下一页 第一阶段的部分呢 我们首先先查核 41万以上的支出 41万以上支出 其实不止这么多笔 我现在就是先投放出 当中的这样子的第一页 我们把主笔的款项拿出来 确认是不是全部都有申报上去 因为呢 我们认为这当中的这个支出的 可能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疑议 所以我们把所有41万以上支出的收据 把它主笔的调出来 下一页 然而我们发现了一个状况 在这些申报的资料当中 41万以上的支出 有非常多笔漏报 漏报的意思就是 我们确实有这些支出 但是并没有如实的申报给监察院 正如我们的这个简报中投放的 这第一二三笔 是我们做小物的支出 再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有我们竞选总部的 场地的租借费用 另外还有其他的制作费用 再往下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光是在41万以上的支出 总共我们现在查的结果 又漏报了15笔 15笔的支出并没有 如实的承报到监察院去 再往下 再往下 这是目前列出来漏报的15笔 后面还查到了两笔 这两笔叫做误报 什么叫误报 我跟大家具体的说明 首先先看到 画面当中最侧边的这一个 它其实有两个收据 就是它的收票 它的支票是525000元 52万5000元 有两笔 但是我们向监察院只申报了其中的一笔 也就是我们总共支出了100多万 但我们只报了50多万 另外这边的这一笔呢 总共是400万元 这个400万元向监察院竟然只申报了350万元 所以我们有漏报支出的状况 也就是所有的支出都是有明细 明细 有收据 我们也确实支付给厂商 可是会计师没有申报给监察院 麻烦下一页 竞选总部的财务支出 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 因为有非常多的小额募款进来 这个我们统称为收入 支出的部分呢 包含所有的开支 像是小物的制作 场地的成租 或者是活动制作 要支付出去的项目 全部总合起来变支出 收入减掉支出 就等于选举的剩余款项 可是我们把这所有的这个 收入跟支出的部分 竞选总部的财务部 委托给端木正会计时 当我们查出来说 竟然漏报高达 一千八百多万元的时候 我们就去问了端木正会计师 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结果就是 我们委托的端木正会计师 他说他时间来不及 所以有很多漏报的情况 当漏报之后 他就把漏报的金额擅自调节 我们查到一千八百多万 这个是四十一万以上的 那还有很多四十一万以下的支出 可能也有漏报的行刑 所以这位会计师 他把A也就是收入 减掉支出跟剩余款之后 他去调节了当中的两千余万元 分成九笔申报 而且这个会计师并没有告诉 竞选总部的任何人员 他自行将这短差的两千多万元 申报到刚刚我们说的 时乐跟尼奥这家公司 还有木科等公司 总共两千余万元 下一页 所以经过我们目前清查到的第一阶段的结果 我跟大家报告 目前清查到一千八百多万元 四十一万元以上的支出 有漏报四十一万左右的款项 因为漏报 所以会计师便于行事 他竟然用自行调节的方式 把这些款项灌到这些公司里头 而这些公司并不知情 竞选总部也不知情 所以尼奥跟时乐公司的负责人发出了声明 认为这个申报当中有状况 那么当中具体的法律责任 我们就请黄珊珊总干事来向大家报告 各位媒体朋友 我想刚刚我们的副总干事 已经把流程说得很清楚 我在这边再说得更清楚 简要一点 第一 竞选总部的财务 完全是把善打跟申报的工作 交给了委外的会计师事务所 这是第一点 每个礼拜 我们会把所有的支出凭证 配同他的银行往来记录 包括支票或者是汇款 一起把这个凭证交给会计师务所 照理讲 他就应该按笔的 逐笔的善打跟上传 但是 从这一次刚刚你要发出声明之后 我们去清查的结果 就在我们这边留存的支出凭证 有很多笔并没有在监察院的申报范围内 我们才会一笔一笔的去找 从四十万以上开始寻找 表示我们有支出凭证 有交给会计师务所 但是没有在监察院的申报范围内 各位这样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支出凭证都支出了 也交给他了 他没有报上去 第一个错误叫做漏报 漏报累积到最后要结算的时候 就会有所谓的短差 跟存折中间有短差 因为有短差 所以他必须要说明 他没有做完整的说明 也没有跟竞选总部讨论 他自行做了调节 就叫做虚报 漏报 短差 虚报 就是这整件事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但是这中间没有人 未造任何发票 也没有人未造任何支出凭证 这每一笔的支出 都用在了选物上面 但是会计师务所 把我们交给他的支出凭证 放在一旁 没有登录 然后到结算期 发生短差 他自行调整到其他的公司名下 这些公司并不知情 也没有开立任何的发票 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虚伪不适 所以就这三样事情 我们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 因为我们的钱都用在了选物上 我们都有支出凭证 所以这短差的一千八百多万 是我们现在比出来的 他调节的这大概两千万左右 我们现在也还在清查其他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会就相关的部分 向监察院提出补证 第二个部分就是 接下去我们还会再去清查 其他的相关收支 是不是还有这样的短差 最重要的是 对于厂商受到外界的误解 还有攻击 还有对于支持者 大家的担忧 还有社会 大家对我们多受关心跟讨论 我身为竞争总干事 还是要在这边向 所有的支持者 还有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表达我们的歉意 我们没有把控好 这些应该要管理好的作业 财务部在这次的选举里面 我们非常感谢 将近有十八万笔的小额捐款 所以我也可以想见 他们的工作量是多么的大 但是不能因为人力物理不足 就对于相关这个作业有所轻忽 所以今天我们也很 谢谢大家给我们时间 我们找到了这些短差的金额 我们也会按照程序去补证申报 相关该负的责任 法律上还有监察院 要对我们做的调查 我们都会主动配合 而且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资料 交给相关单位来做配合调查 林荣赫 委员就是这次主席这个经费风波 你会担心吗 就是对他信任吗 我是绝对是相信跟信任主席的清白 但是这个每天电视新闻媒体这样爆 我确实是也有点担心 因为我想因为他下午要召开记者会了嘛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说明清楚 我想给社会一个交代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委员你过去有就是参与过这个经费 就是捐款经费的处理嘛 那以往的话是怎么处理 就是第一次选举的时候 我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就是跟这一次的选举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次的大选我没有参与 因为我自己也在台中这边选举 但是我想有时候自己是候选人 候选人很没有办法去了解到 每一笔钱的来源跟细项 所以还是要靠一个团队 那团队里头有人负责就是记账 有人负责就是联系厂商 那最后当然都是会计师签证 我想这是一个也相对就是要分工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是绝对相信柯文哲的清白 而且他本身当总统候选人 我想他也相对非常非常的忙 不可能每一个细项或是每一笔钱的来源 他都记得 那过去市长选举跟总统选举的时候是有差别 过去以往市长选举的时候那些捐款经费是怎么 过去我参与的是柯市长在2018年台北市长的选举 因为那一次他根本就没有对 就是我们只有记不记得那时候 我们好像就只有半天的那个募款之后 那我们就没有再接受任何的募款 所以相对的这个金流都相对的简单 因为大概就是 而且我们很多都是造势活动也很少那一次 就2018看起来我们是用一个非常拮据的一个选举方式 那跟总统大选就不能够相提并论 请站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 LIε也 转发